这边来看一下明日的更新预告 战斗方面 供员服的角色调整上限 大致看了一下 跟12号供员服的最新调整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也就是说像各居人员 时空巨鹰等角色的致命需要照常上限 而求生者之间不少求生者得到了加强 其中这样期待应该就是 留差加强后一个表现 然后是小地图功能 更新后老玩家的话也可以使用了 而更加详细的相关介绍呢 大家也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视频 最后的话还有一个就判定发面的优惑 商城这边会有守木人熊猫系列时装 往期小年孩和一生两款 时装化也会跟着返场 不过以上内容话是仅限回升 这就是咒术师的筋皮子过 杂鸡眼的紫皮和个性动作返场 十款去年的夏日主题家具返场 其实是延长了此次居然相关的家具上架时间 亏天商城这边 此前爆料的三款新产品终于上限了 这些的话是永久上架的 到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下那个喜欢的角色测试 然后是谁从熊猫宝宝返场 古董商和机械式的活动子过返场 三款蓝皮和个性动作返场 然后是活动方面可以免费作用获得熊猫过世家具 其次的话是第三周的对局任务奖励紫皮解锁卡 活动的话将在下周新赛季更新后就下下 所以大家的话别忘记这周作用领取了 体验优惑方面先在六名角色的官方技能介绍视频 不管怎么说 这对于那些不熟悉角色 但是想通过视频介绍直观了解技能的玩家而言 增加了一些了解的途径 还有就是关于公共地图的一个玩法等优惑方面的内容 大家的话可以暂停看一下 最后下周更新后就先下季了 到时候登陆后可以领取10个机器精和 然后这周下季末充次的话不会重置那个推理积分 只是提高了积分上线 重置的话是下周更新后才会有一波积分的重置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